其实徐耀群在登山界是极富盛名的 今年才40岁非常年轻 但是他就已经拿到这个加拿大登山向导协会的双重执照了 和这个雪崩协会的第二级专业证书 徐耀群的学长吴祖光就说了 其实他的成就呢是靠着10年来扎实的训练 还有自我的要求 在这个华语圈几乎是无人能敌 原本他明年就有机会拿下史上第一个 拿到这个世界向导资格的华人 没有想到这回是传出了噩耗 也让登山界和亲友是感到非常惋惜 太阳照射在白雪矮矮的山坡上 学员穿上专业装备 拉着绳索徒步在雪地上爬坡 尽管做好万全准备 但要攀爬加拿大的洛基山区可不容易 这时登山向导就非常重要 详细解说爬山要领他是 需要群有着多年冰雪攀登经验的登山向导 今年他和昔日大学登山社的朋友 一同筹备了第一届种子计划 把水渊直接带到加拿大 在冰天雪地的山上进行登山训练 计划相当成功 不料需要群今年九月才回到台湾 这个月六号攀登玉山时却发生意外 今年才四十岁的许腰群就读台北大学时 就是登山社的一员 二零零七年他前往加拿大 学习冰雪登山技术 后来就移居到加拿大 在冰雪及延时登山的成就 华人圈很少有人能跟他匹敌 除了拿到加拿大登山向导协会的双重执照 也有加拿大雪崩协会的第二级专业证书 更是专专业户外医疗急救援 许腰群也曾爬过北美最高峰 丹奈利丰 中国四川海拔六千公尺的孩子山等 常年居住在加拿大的许腰群 时隔五年回到台湾 他的突然离世 让亲友措手不及 登山界更是就此失去一位英才 令人不舍